好 我們看到 看完事業十五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有談到紅利因子的問題 那紅利因子的問題呢 我們先講一下 你先去想想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這個紅利因子的問題 好 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剛剛有先提到一個 可轉換公司債的轉換的價格 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先剛剛有舉例過 複雜資本結構之下 可能有可轉換公司債的存在 那當然可轉換特別鼓勵有類似的 好 我們先舉一個例子來講就好了 那我們當時候發行的時候 可轉換公司債 講好說 我每1000塊的公司債可以轉換20股 所以你可以算算20股 1000塊除以20股等於相當於 我每股的轉換價格是50塊 好 那真的我們訂這樣的價格呢 但是根據我當時候的股票的價值啦 公司未來的營運的獲利狀況等等等等 很多因素考慮進來 我訂這個轉換價格的 那投資人去買的時候 在全人去買這個公司債的時候 我說了他一定是忍受了比較便宜 就是比較低的報酬率 因為我剛剛講 如果市場的利率是5% 我發行一個4%的公司債 一定沒人要買 我要買就是折價 可是我也不想折價 因為折價我需要的錢就拿得不夠啦 所以我就給他另外一些條件 就是我給你轉換的權利 未來如果公司的營運狀況好 股價漲了 你可以行使轉換權 你就賺得更多了 就彌補你現在拿到比較低的利率了 好 那投資人自己也要去評估啊 這未來可不可能 可能性有多高 好 等等等 你自己去評估以後 你再去決定你要不要去做這個投資啊 好 所以這個都是投資人自己去評估的 好 那現在我跟你講了說 我當初的條件是 每1000塊的公司債可以轉換20股 今天如果我發行股價的時候 發行新股的時候 我的發行價格只有30塊 那對於原來買這個債券的投資人來講 是不是虧得很大 你當時跟我講一股50塊啊 我那時候認為評估起來 或者是那時候的市價也大概50塊啊 結果你現在用低於市價去發行 是不是傷害原來的 因為你現在已經是股東的 那是另當別論 那你就可能會拋售啊 對不對 你現在看換公司的股價那麼多 30塊而已 那是不是會拋售 可是對於債權人來講 我現在不是普通 我沒有拿到的是股票 而且我當時候選擇這個是 因為我是看你的未來性 然後我犧牲現在的那個利息啊 你現在讓搞這個遊戲的話 是不是讓它虧得很大 所以我們就有紅利因子的存在 也就是說我就把 所以當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那公司債的轉換條件就會改了 也就是說未來你可能是每1000塊 每1000塊的公司債可能可以轉換 就是根據紅利因子去做調整之後 你可能可以換30股 就是類似這樣 所以我剛剛講這個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有紅利因子的存在 為什麼會有紅利因子的存在 也就是說一開始 因為你跟債權人的 講好的是每1000塊可以轉換20股 那時候債權人評估是你的股價是50塊 我認為你未來的股價不會低於50塊 所以我才會去做這樣的投資 結果你現在自己發行一個股價了 股票的發行的價格是低於50塊 那是不是損害到債權人的權益了 所以在公司債的發行的條件上面 就一定會講 某些某種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做紅利因子的調整 所以你每1000塊的公司債 你可以轉換的股數 就不止20股而已 這個就是紅利因子的存在的原因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27頁 他講的例子 講的狀況就跟我剛剛舉的很像 所以企業如果發行新股 好 看一下27頁的 新股認購權利含紅利因子 那如果公司發行新股 就有股東有優先認股權 而且約定認購的價格是低於儲權之後的 每股理論的公允價值 就會產生新股認購權利的含有紅利因子 它會使股份的衡量基礎發生改變 所以它的效果跟股票股力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在計算加權平均流通在外的股數的時候 我就要把這個行駛前的普通股的股數 乘上紅利因子去調整 這有點類似的狀況 好 它的調整的比例怎麼算 行駛認購前的 前一天的股票的公允價值 然後去除上我的儲權後每股的理論的公允價值 好 後面在講什麼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例子 所以這個就是紅利因子 當然這個紅利因子也提到說 這可能我們的可轉換公司在算稀釋每股營利的時候 就是會用到這個概念 好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例子怎麼講的 所以看一下我們說 當然後面這個紅利因子怎麼算 我們有一個儲權之後每股的理論公允價值 那儲權後的每股公允價值怎麼算呢 在下面又有一個公式 就是儲權前一天的總公允價值 加上新股發行可得到的金額 去除我流通在外 就是說我發行新股之後全部的股數 好 所以之前舊的股數 加上新發行的股數 去算出來每股的理論公允價值 好 那再把它帶回去 我紅利因子的調整比例的計算 好 那我們看一下市例16好了 好 它說呢 X6年的年初有普通股10萬股 然後呢 X6年初呢 保利公司給予股東呢 新股認購的權利 每股 每五股可以認購一股 認購的價格 每股是5塊錢 所以一共增加了2萬股的新股 好 也就是說呢 每五股 好 流通差不多有10萬股嘛 除以5 所以等於相當於有20 20股的新股認購的優先權利 好 所以它就是說 一共有2萬股 好 那再來看一下呢 這個 認購基準呢 是4月1號 然後新股認購權利 新股認購權利行使前一天的 普通股公允價值每股11塊 那第一個我們先算它的 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去算它的每股盈餘 那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們在算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呢 我現在是不是一開始10萬股 那因為紅利因子 我們剛剛先算過 它有給紅利因子啊 那紅利因子的計算方式 就把剛剛說我們新股權利行使前一天的 公允價值11塊 去乘上 我原來是不是發行的時候 有這個沒有 還沒有發行新股之前 是不是有10萬股 所以它的總公允價值就是110萬 然後現在呢 我是不是發行了2萬股的新股 那2萬股的新股 它每股的認購價格5塊錢 就是說市價是11塊 你現在只要用5塊錢 可以買 好 所以它就是重新去計算 所以我全部的公允價值 我全部的價值是 行使前的總市價 加上我發行新股所收到的現金或資金 去除我的股數 好 所以我的分子全部有多少 120萬 然後呢 我的股數有12萬股 因為原來的股數有10萬股 再加上我新股認購2萬股 所以我的分母有12萬股 所以算出來我每股的 這個理論除權之後的價值是10塊錢 就是除權後每股理論的公允價值 那再去算呢 我的紅利因子怎麼調整 好 那我行使前的每股的公允價值11塊 然後我的理論除權之後的公允價值10塊錢 所以是1.1 好 就這樣先算出來我的紅利調整 紅利調整的因子是多少 所以是1.1 接下來就簡單了 10萬股去乘上1.1 然後呢 乘上3分之12 因為4月1號是基準日嘛 所以等於說呢 我的紅利因子 就是2萬股的行止 現在4月1號就行止了 所以我的加權平均流通災外股數 是117500股 這樣看懂嗎 先把基準日之前 先類似股票股例一樣 乘上1.1 因為你的紅利因子是10% 所以算出來就是乘上1.1 然後呢 4月1號就是我的基準日 就等於是什麼 它的股數就正式釋放出去了 所以我們算出來的 加權平均流通災外股數 是117500股 好 盡利47萬的話 除以117500股 就可以得到我的什麼 我的每股盈餘 每股盈餘就是4塊錢 就這樣子而已 好 這紅利因子怎麼去算出來 那我剛也講到 這個紅利因子的存在 是針對舊有的股東 應該是說類似像 我們剛剛講到的 類似公司債的債權人啊 或者是特別股的股東也一樣 因為4下11塊 你現在用5塊發行 那你是不是會商及原來的 這個原來的那個轉換價格了 所以這個會做一些這樣的調整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複雜資本結構的每股盈餘了 這跟我們有提到 好 那我們看一下勢力17 好 那文字的敘述呢 你自己當你知道這個邏輯 之後你再去看那個文字敘述 你就可以蠻清楚它在講什麼 好 那我們看一下勢力17 他說呢 淨利是74萬 所得稅率是25% 那所有普通股特別股 累積特別股公司在都是 差6年之前就已經發行了 所以它的期初就是維持原來的 好 好 所以差6年沒有任何變動 然後再來呢 累積不可轉換特別股 有1萬股 每股面值50塊 股利率是5% 然後再來有面額1,000塊 8%的公司債流通在外2,000張 那每一張可以怎麼轉換40股 然後呢 發行價格中的負債組成要素 相當於面額 好 也就是說 基本上 我的發行 這個可轉換公司債 在哪一年的高考試 忘記哪一種考試 他就有考一個 好 公司債可轉換公司債 你看 其實它的組成可以分成兩個 一個是什麼 就是負債本身 因為可轉換公司債 我可以即使轉換 我也可以選擇不轉換 那不轉換我就是 固定時間領利息 到息還本金 所以可轉換公司債 事實上是有兩個部分去組成的 一個是負債的 一個就是權益 所以可轉換公司債 它本身就含有一部分的轉換權利在裡頭 所以當我們在計算 我們在入賬的時候 其實可轉換公司債 我們要去算出來 它的轉換的權利有多少 任列為資本公司債 因為它跟權利有關係 然後另外的負債的部分才是負債 那我的發行價格 扣掉轉換的權利的資本公司之外 之後剩下就是我的債券發行的價格 那我債券的發行價格 如果跟我的面值不一樣 面額不一樣 我就發生了折抑價 我現在在講這句話 就是說它後面講說 它負債主成要素跟面值 面額一樣 就告訴你說 它的發行價格裡面 它可能抑價 很可能抑價 好 那這個意價裡面呢 超過面額的部分 是我的轉換權利的價值 那剩下來就是我的負債本身的價值 那所以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你把它想成 它相當於是平價發行 它是平價發行 還是折意價發行 有沒有什麼影響? 它平價發行 跟折意價發行有沒有什麼影響? 有沒有什麼影響? 影響利息費用的認列 它的平價發行 折意價發行 不影響它要支付利息的現金 因為它現金都是什麼? 面額乘上 票面利率乘上期間 所以不管你是平價 你去折意價發行 你要支付利息的現金都一樣 但是如果你去折意價發行的話 折意價發行的時候 我是要調整的時候 我是相對的科目就是利息費用 那因為相對的科目是利息費用 所以這樣會影響損益表的金額 所以它是有一連串的喔 但放心好了 雖然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 非常有趣的一個觀念 非常有挑戰性的計算 但是我考試不會考 好啦 我不為難你們 但是我跟你講這裡面的組成是這樣子的 如果它有可轉 它發行的可轉換公司債 事實上這個可轉換公司債的 發行價格裡面 就包含了一部分的轉換權利存在 這個轉換權利的價值 我要認列為資本公司債 再去轉換權 好 發行價格扣掉了權益之外的 剩下就是我的負債 這個公司債真正的發行價格 那我的發行價格如果跟面額不一樣 我就是產生折意價 那發行折意價會有什麼後續的影響? 當然影響的就是未來你承認的利息費用 你的利息費用不一樣 會影響你損益表的結果 你影響損益表的結果 但就會影響你EPS的計算 所以它是有一連串的影響的 好 但是就告訴你 我不會給你考那麼複雜 我只告訴你這個觀念 但是未來如果你真的要去外面應付國考的話 這種考試的形態90%是會出現的 所以你自己要知道怎麼去計算 怎麼去認列它 好 這是因為它後面告訴你說 它的負債組成要素相當於面額 意思就是它是平價發行 它的利息費用 就是它的票面金額乘上票面利率 乘上負息期間 就是等於 就是等於它付現金的利息一樣 好 這一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好 因為很多同學想看完的時候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好 我就花一點歷史告訴你 它的意思是什麼 再來第五個 面額1000塊 7%轉換公司在流通稼外有1000張 每張可以轉換普通股60股 而且發行價格中的負債組成要素 也相當於面額 所以意思就是它是平價發行 那普通股流通稼外有50萬股 我們計算它的每股盈餘 好 我們剛剛講說 第一個我們在算每股盈餘的時候 我們要先去計算它的基本每股盈餘 好 基本每股盈餘的計算呢 稅後盈餘的稅後盈餘74萬 減掉特別股的股利 特別股的股利呢 它這邊是1萬股面值5塊錢 利率是8% 所以特別股的股利是4萬 然後這個例子很簡單 因為它沒有新股 它的股數沒有任何異動 因為差六年冬沒有任何異動 所以它流通稼外股數就50萬 所以直接出上50萬 所以基本每股盈餘是1.4元 好 70萬除以50萬 好 這是基本每股盈餘 第二個我要算 因為它有可轉換的權益或債 權益證券或債務證券存在 所以表示它是一個複雜資本結構 所以它是一個複雜資本結構 我就要算我的稀式每股盈餘 那複雜資本結構它有兩個 可潛在的普通股 好 第一個是第四點的 可轉換8%的可轉換公司債 有2000張 然後每一張可以轉換成40股 好 它也是什麼 平價發行 所以第一個 如果利率是8%的 公司債若行時轉換 它對於每股盈餘的影響是什麼 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它對於每股盈餘的造成影響 好 如果8%的公司在 我行時轉換的時候 它節省的利息有多少 也就是說它會造成我的稅後 經歷增加多少 因為我不用付利息了 不用付利息是不是可以節省 我的費用的支出 那費用支出減少了 那個經歷就會增加了 但是你要考慮到 要稅後的 就要把所有的稅的影響調整掉 好 把它考慮進來 所以一千塊兩千張 然後呢 一千塊的面額有兩千張 然後每一張的票面利率是8% 好 意思是說 如果這兩千張的公司在行時轉換 我就不用付利息了 不用付利息 我的淨利就會提高了 好 但是因為我不用付利息 我的美股 我的普通股也會增加 好 然後我剛剛這邊也有講過 因為你利於費用減少 淨利增加 你就要扣所得稅 所以扣掉所得稅的影響 因為所得稅是25% 就是75%會造成我的淨利的純粹增加 好 然後我有兩千張 然後兩千張的 我每一千張可以轉換四十股 所以表示什麼 我每一千塊可以轉換四十股 所以我一張是一千塊除以四十 我可以轉換 對不起 應該不是這樣寫 直接乘四十就好了 因為我的轉換價 我沒有要算 轉換價格25塊 如果要告訴你轉換價格25塊 我就要去算一千張是轉換多少股數 那現在這個例子不是 他已經告訴你一張可以轉換四十股 所以兩千張可以轉換多少股 就直接乘上張數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來算一下 如果他行時轉換 我的EPS會影響的金額是多少 所以看一下呢 一千塊乘上兩千張乘上點零八 乘上點七五除八十萬五 對是1.5 好 再順一次有沒有出 一千塊乘兩千張乘點零八 乘點七五除八萬五 好 1.5 沒錯 好 那第二個 另外一個他有發行一千張可轉換公司債 利率是7%的 好 那一樣跟跟他一樣 那這一千張的公司債 面額一千塊的一千張 然後利率是7%的公司債 如果行時轉換 我就不用估這個利息了 不用估這個利息 它對稅後的淨利的影響是多少 然後去除 好 我呢 我會增加多少的股數 如果這一千張的公司債 行時轉換的話 我一千張可以轉換六十股 所以我的BPS會多少 好 所以看一下 一千塊乘一千張 乘點零七 乘點七五除六萬 所以是零點八七五 看看懂嗎 好 所以如果這個7%的公司債 公司債的債權人行時轉換 之後對於每股影響 它會增 每股影響會增加零點七八五 零點八七五 那如果是8%的公司 在行時轉換的時候呢 它對每股影響會有影響1.5人 好 那我們剛剛想說這兩個嘛 好 那第一個我們就要想 好 其實這個例子還蠻簡單是 它有沒有造成反稀釋 反而我們是說稀釋效果越大的 我們先放進來考慮 那這個是1嘛 因為它造成的每股影響是 金額比較小嘛 那這個是2 那標準我們的算盤的話 我是一個個把它放進來 造成反稀釋就停了 因為這個例子比較簡單是 如果考慮這個8%的行時轉換的話 每股影響是1.5元喔 大於基本每股影響1.4啊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出來 如果這個考慮進來的話 會造成反稀釋的效果 也許說沒有讓我的每股影響 變得更小 而反而是增加了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1.5元的我就不用再計算了 也可以先判斷 變算盡然就會造成百稀釋 那如果你說真的是這樣嗎 你也可以試看看 你可以看了我的稀釋每股英語 74萬 因為這個可轉換 這個特別股是不可轉換的 那你看一下 我74萬的最後經歷 如果這個我行時轉換的話 這個因為它的稀釋效果比較大 就要行時轉換的話 它的稅後經歷會增加多少 1000×1000×0.7×0.75 所以是52500 我的稅後經歷會調整 這是我的稅後經歷 如果7%的行時轉換 那因為它行時轉換了 所以我的股數會從50萬股增加為 56萬股 因為這邊是增加了6萬股 所以這樣算出來的話 我的稀釋每股英語是 1.34 375 有沒有比它小 有 這個金額比它小 所以就有造成稀釋效果 那你說 那我另外一個增三千來看一看 好 如果把8%的一方經來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74萬的原來的稅後經歷 加上52500 這是7%的行時轉換 再加上這個如果行時轉換 我的經歷也會提升 好 所以1000×2000×0.8×0.75 所以我的稅後經歷會增加12萬 好 減掉4萬 因為這是不可轉換的 好 我的股數會從原來的50萬股 調整為62萬股 好 這邊56萬 再加上8%的行時轉換的時候 會增加6萬股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12萬加上52500 加上74萬 減掉4萬除62萬 所以1.407 好 這個數字是不是比這個數字還要大了 所以要造成反稀釋 所以當我在報導稀釋美股一的時候 我只算到這裡 這個不是 因為他造成 把他考慮進來造成反稀釋的效果 這樣看懂嗎? 一樣啊 一樣啊 你先算8%之後 你8%算進來 你就會比1.4還高啊 那就是 所以我就把他剃掉啊 因為他造成反稀釋效果啦 可是你如果這樣子做的話 你其實會增加你的麻煩 所以我還要告訴你說 你有很多個可轉換的 或很多個潛在普通股的話 你先一個個先去算出來 然後把他排出優先順序出來 好 那 EPS影響越小的 就是算出來的金額越小的 就是他的稀釋效果越大 一個個放進來去考慮 那算到他會反稀釋 也就是說 我把這個加進來的每股盈率 稀釋每股盈率比前面那個還要大 那就停了 我就不要再往下算了 好 這樣聽懂嗎? 好 如果像剛剛同學講說 那我先算1.8%的那個呢? 算可一定是什麼? 超過1.4啊 每股盈率算可一定超過1.4 這邊是8萬 不是6萬 對不起 那是我算錯了 這個是6萬 這個是8萬 好 這個是8萬 這個 好 所以看一下金額稍微有不一樣 74萬加12萬加5萬2500 減掉4萬除64萬 是2.10啊 差這麼多 74萬加52500 加12萬 減9-4萬除64萬 1.36 好 不是1.47 好 這邊我寫錯了 1.36 沒有 反稀釋啊 我算到這裡是1.34啊 還是反稀釋啊 這個算出來的數值是不是比這個還大 哦 對啊 當然不是往這個啊 我是一個個往下算啊 不是這個在往這個算啊 我加了這個之後 我的稀釋莓股影是這個啊 我在算如果高於這個 那我就到這裡停啊 我不是跟基本梅虎影影比較啊 好 所以我算出來是1.3632 所以四則無路 1.3633 那這個還是比這個大 所以這個就不算了 因為它造成反稀釋效果 我記得我要排這個順序是 我一個個算進來 欸 稀釋莓股影影到這裡 好 如果再加一個財源進來 一個比較小 那就繼續加 如果沒有 我算到這裡就停了 所以不是跟基本梅虎影影去比較 而是我把稀釋的一個個放進來之後 去做比較的 非常清楚嗎 好 所以是稀釋莓股影影的積算 因為只要考試考美股影影 好 我說你在外面考試 但其實就算一般的就業考試 好 他一定如果考到美股影影 一定會考稀釋美股影影 好 這是很重要的 而且因為事實上我們現在 很多的公司也發行可轉換的債券 所以這個的處理方式就很重要 因為一定很容易碰得到 我們在做編財務報表 我們在做EPS 我們的目的是說本益比 大家熟悉嗎?本益比 好 我投資像台積電線好了 150萬 150塊一股150塊 152塊吧 150幾塊 但是我投資這麼多錢進去的時候 他最後EPS只有什麼? 4塊錢 那你算嗎? 4除以150塊就好了 我的獲利才0點 才2.67而已 那如果有另外一家公司的股票 股價的本益比 相較你算出來之後 他是比較低的 那比方是說我投資機率比較小 我可以獲得的報酬比較高 是不是會吸引人家去投資他? 所以每股以餘的目的在哪裡? 很基本的 第一個我們在說股票的投資價值 第一個我們要做的事情 第二個我們說本益比的目的要大… 對不起 我的報表編制出來的目的在哪裡? 在預測未來啊? 今年公司賺價 以後會不會賺這麼多? 今年公司賺1.4元 以後會不會繼續賺1.4元? 很難講 有可能會更多 有可能會更少 但是這是可能是市場的因素 可是如果就公司本身的股本來講 如果他稀釋的話 未來他可能賺的價值是1.34元? 因為他如果情時轉換 就變成只有賺1.34、375元而已啊? 所以我為什麼要去知道這個東西? 當然我要稀 我們要越保守一點 越好 就是說因為你的評估越保守 你未來造成的損失就會相對比較小 這樣清楚嗎? 好 就是如果可轉換特別股 現在我們舉例的是可轉換公司賺 但也有可能可轉換特別股 那一樣 如果可轉換特別股 發現可轉 行時轉換的話 請你記得 債券的利息是可以抵稅的 就有稅的影響 所以你要把所得稅調整掉 但是如果你是鼓勵的話 他沒有稅啊 他沒有稅付的影響 好 那如果我有發行的 譬如說認股權 好 只要認股權的話呢? 記得將他的認購的價格低於市價 他絕對有造成稀釋效果 如果他有發行認股權 而且這個認股權的認購價格 只要是低於市場的供應價值 低於市價 他絕對有造成稀釋的效果 好 那只是說他造成稀釋的效果怎麼算? 所以我們看一下後面的例子 好 賣權 賣權 認股權 好 我們看一下呢 市例18 32頁 他說昌平公司差6年初有6000張認股權 認股證流通在外 每一張可以認購15 依15塊來認購面值10塊錢的普通股 但是呢 他平均市價是20塊 所以是不是符合我剛剛講說 就他的認購價格是低於市價 這個認股權或認股證 一定有造成稀釋的效果 好 那影響的稀釋的效果有多大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呢 如果 我現在有多少張的認股權? 好 是6000張 每一張可以認購一股 所以是6000 如果他行使的話 我會增加6000股 好 這個6000股呢? 當然他現在還沒有行使 不過他行使就直接計算到我的基本美股盈育了 有認股證或者是賣權買權 其實因為當我在計算的時候 他還沒有行使 所以我們要講說假設他行使的話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那6000張的認股證 我可以發行的是6000股 但是這6000股呢? 如果6000股乘上15塊 因為他每股是用每一證 是可以用15塊去認購 但是要全年度的平均股價來看 他的股價是20塊啊 所以6000張乘上15塊 我拿到的資金有9萬塊而已 9萬塊如果用20塊的市價來看 我只會增加4500股 結果我現在是什麼? 6000股 所以我是不是多出了1500股出來? 所以如果我有認股證 或買權 賣權的時候 他影響的直接是他是什麼? 影響直接的是他的股數的問題 因為他沒有影響金額 他沒有影響稅後淨利 因為他也不是特別股數 也沒有鼓勵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如果你有認股權 或你有發行什麼賣權或買權 都類似的 因為他都會影響你的股數 但是沒有影響你的分子 因為分子你可以看從分子的一個結構裡面 它是什麼?淨利啊 認股權、認股證 它只是影響你的資金 沒有影響你的損益 不像公司債 它會影響你的利息、費用 所以它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好 講清楚嗎? 好 那如果反庫倉股票法來 也是說如果它行使之後反而造成 就是說如果它的認購價格是高於市價 它會不會去行使嗎? 不會嘛 我乾脆直接資料上滿就好 我也多了這個認股證 也沒有比較好 也沒有比較便宜 好 所以這個 如果它具有反虛失效果的話 就會造成什麼? 它就是反庫倉股票法 就是它不會去行 反庫倉股票法是指賣權 買賣權的部分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事例19 好 從例子來講 我們剛剛事例18是它有認股權證 去認股權也好 認股證也好 那事例19是說 你有 如果公司有發行 所謂的賣權跟買權 好 祭平公司33頁 祭平公司呢 X7年初有8000個賣權流通債外 那這個賣權的持有人可以用20塊的價格 賣回面額10塊錢的普通股 一股給公司 好 那那個擴產股呢 全年的平均市價16塊 好 那意思是什麼? 公司如果花錢去把它買回來的話 其實它減少的股數是相較於 因為它現在是一股20塊把它買回來嘛 所以公司要花比較多錢去買 但是如果公司用市價去買的話 它是不是可以買回來的股數是什麼? 比較 比較多的 因為市價只有16塊而已啊 所以一樣跟這個認股證的計算很相似 也就是說 我現在是有幾個賣權? 8000個賣權 但是這個8000個賣權 如果公司用它的這個賣價買回來的話 就是它其實講說20塊嘛 要求公司買回來 所以公司要買回這個8000個賣權的話 它要花16萬 可是如果用市價來看的話 它如果要買回來只要花16塊啊 所以它花了16萬 相較於它只買回來8000股的話 那如果我用市價來買 我可以買回1萬股啊 因為這件事16萬除以10啊 所以我造成了什麼? 我少買回來2萬股 買2000股 少買回來的2000股 所以我的造成它的那個 就是它的那個庫藏股 說你買回來的股數 你花那麼多錢 買回來的股數只有8000 如果用市場下格來看的話 你買回來的股數可以1萬 所以你是不是少買回2萬? 所以你的流通之外的股數 你就是把它想成 你會多出2萬股出來 2000股 對不起 2000股出來 好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所謂的反庫藏股票 因為我庫藏股票 如果按照市場去買回來 我可以買回1萬股 我的流通之外股數是不是減少1萬? 可是我現在只是什麼? 根據我的賣權 我買回則買回來8萬而已 所以我是不是少買回來2萬? 那我少買回來2萬 你把它想成我的什麼? 我的流通之外股數是增加2千 對不對 少買回來2000 所以就想成 我的流通之外股數是增加2000的 去算它的稀釋每股淫餘 好 好 這是一些相關的 所以施例二十就會任股證、任股權的計算 好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21題 好 施例21 它就把所有 我們這個講完 它其實就把剛剛所講的東西 整個完整的一個例子 它有可轉換債券、可轉換特別股 有任股證、通通放在這裡面來講 好 第一個 好 21題 因為我們大概沒有辦法找後面的席體 因為會比較大 好 施例21 它說呢 差8年稅後經歷是352,900 所得稅率是25% 然後呢 普通股流通在外 全年流通在外有10萬股 然後其他的證券呢 也都是在什麼 差8年度以前就已經發行了 而且是全年流通在外 然後另外呢 它有12,000張的認股證 每一張的認股證可以用20塊來認購普通股一股 然後全年度平均市價是24塊 年底是25塊 好 那再來6%累積可轉換特別股 好 面額是100塊 流通在外1萬股 那每一股呢 可以換3股的普通股 好 8%的可轉換公司在 利率是8%嘛 然後每一張可以轉換 每一張可以轉換60股 然後流通在外也有5000張 然後9%的公司在 然後每一張可以轉換20股 然後流通在外也有5000張 然後9%的公司在 然後呢 有這個每一張可以轉換40股 一共有1000張流通在外 好 我們來計算它的基本每股譯語 跟C是每股譯語 好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基本每股譯語 好 它全年流通50萬股 對不起 不是50萬 是10萬 然後建立是35萬9200 好 全年流通之後就10萬股 再來 它呢 有特別股 好 特別股呢 是 這是 第幾點 第4點 好 可轉換特別股 有1萬股 然後面合是100塊 股利率是6% 所以是6萬塊 好 352,900 感激公主我一段順的半天就算錯了 好 352,900 352,900 減掉特別股 6萬塊的股利率 然後除我有10萬股 所以我的基本每股譯語是2.929 很簡單對不對 因為它的 因為這個時候它的目的 不在於加權平均 融通在外股數的計算了 只是告訴你 如果你有這麼多的潛在普通股 你怎麼去算出你的稀釋每股譯語而已 好 那接下來我們一共有幾個 有非常多的基本每股譯 那個潛在 潛在普通股的存在 所以我們一個個去寫 好 第一個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有可轉換的 認股譯 認股譯 100% 只要認股譯的認購價格是低於試價 它就絕對有稀釋效果 所以它是無庸置疑的 因為它的分子是0 分母是增加股數嘛 所以它的EPS的影響就是 它因為把這個認股譯行使的話 它對EPS的影響是 它增加了每股譯語是0 好 但是它增加股數 所以認股譯只要它認購的價格 是低於試價 絕對有稀釋效果 好 這邊有一個問題囉 它的平均試價是24塊 年底試價是25塊 那我到底是選24還是25 24還是25 好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 這個只是混淆視聽的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的話 我們根據的是平均的試價 所以是24塊去算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1萬2千張 好 1萬2千張 它如果行使的話 你要發行1萬2千股 1萬2千股 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 它的認購是每股用20塊認購 所以1萬2千乘上20股 但是如果按照試價 全年度平均試價來看的話 是24塊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是1萬2千乘20除24 所以如果根據試價的話 我發行的是 我要拿到這麼多的資金 我只要發行多少 1萬股而已 結果是要發行的1萬2千股 所以我造成稀釋效果是多出2千股出來 這是第一個 好 那我說這個一定是什麼 因為它的EPS分子是0 分母是2000 所以它稀釋每股英語是0 就表示它是不是遠大於 我們現在算出來2.929 所以它一定有稀釋效果 那第二個 我們看一下 這1、2、3、4 我們不是在表示它的稀釋效果 還不是喔 我們先算出來以後 再來決定它的稀釋效果的大小 那第二個是6%的可轉換公司特別股 如果行時轉換的話 它會造成每股影響是多少 如果特別股 6%的特別股 好 特別股如果行時轉換的話 我是不是就不用負責6萬塊的股力 特別股的股力 那我不用負責6萬塊的股力的話 我要增加多少股數 因為我有特別股有1千 1萬張 1萬股 那每股可以有什麼 3塊3股 所以我會增加特別股的股東 如果行時轉換的話 我的普通股會增加3萬股 所以造成2塊錢的每股銀米的增加 會影響每股影響是這樣子 好 第三個 如果我的7%的公司 8% 好 8% 好 8%的特別股 公司在 我1千張 面額1千塊 然後呢 一共有幾張? 400張 8% 我們現在講第6點 8%的話呢 是每一張可以換400 一共有400張 然後8% 乘上 好 1-25%的稅率 因為它所的稅率都是25%嘛 然後再來我的股數會增加多少? 好 每1張可以增加幾股? 每1張的公司在可以轉換60股 所以我的 如果這個公司在 8%的公司在行時轉換的話 我對EPS的影響造成是多少? 好 所以 所以1千乘上400 乘上點08 乘上點75 除24,000股 所以一塊錢 第4個 如果7%的公司在行時轉換的話 只是算算的怎麼那麼剛好 一塊錢而已 有錯的話再告訴我 計算如果有錯 1千張可以有500 1千 面額1千塊 5千 500張有20股 好 所以1千塊的面額 乘上500張 乘上利率是7% 好 一樣扣掉所得稅的影響 好 這1千張 這7%的公司在如果行時轉換的話 好 每一張可以轉換20股 可以看一下 好 1千乘500 乘點07 乘點75 好 除1萬嗎? 3個0 4個0 好 所以是2.625 好 所以算一次好了 判的過程 1千張1千塊乘上500張 乘上點07 乘上點75 除1萬 好 2.625 沒錯 好 再來第5個 我們好像還有一個 9% 好 9%有一千張 好 9%的第5個 9%的公司在 好 1千塊面值 有1千張 然後利率是9% 好 如果我不付這個利息的話 我扣掉所得稅的影響之後 我會增加我的金利是多少 然後1千張 每一張可以換40股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每股盈餘的影響 好 1千 乘1千 乘點09 乘點75 好 然後呢 除4萬 所以是1.6875 好 算完了 所有潛在普通股的權益證券或債務證券 這個權益證券或債務證券 都算出來之後 往來排序 好 因為這個EPS是0 因為分子0分母增加2千 所以它的EPS是影響是 就是造成EPS 一定可以減少 所以是排名第一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第二 好 因為算出來的 是第二個 好 再來這是第三個 這是第四個 這是第五個 好 然後我們現在呢 如果保守一點 我就一個個個加 如果我次會初步判斷 我覺得1、2都沒有問題 3我覺得跟2.929還差很多 我可以把1、2、3天算完以後 再看你加第四個 再加第五個會不會造成反西施 我可以這樣做 如果你覺得我沒有很大的把握 那我就一個一個加 好 如果把第一個加進買 我的西施每股益譽 好 把排名1的加進買 好 我的西施每股益譽呢 是奔母 原來是10萬股 因為我任股證發行證會多出2000股 但是我的分子完全沒有變動 好 所以你可以看我的每股益譽會影響多少 所以是352,900-6萬 加上 除10萬2000 所以是2.8716 2.8716 好 再把第二個 排名2的放進來 好 一樣是10萬 加上2000這不變了 好 352,900 好 第二個在哪裡 第二個在這個 好 如果8%的行使的話呢 我會增加 我會變什麼 我的分子 我的利息不用付萬 我利息是多少 1000×400×0.08×0.75 我會增加24000的利息 節省造成盡率會增加 那我的股數會增加多少 好 兩千 兩萬四千股 好 那你算一下 這樣的EPS的影響是什麼 算算的EPS是多少 好 所以是 對不起 這邊還是要減掉6萬 因為這特別股的股力 因為特別股還沒有形式轉換 特別股是這個 所以當我的特別股形式轉換 這個6萬才不用付 好 那我們看一下 359,000 352,900 加上2萬4 減掉6萬 除12萬 126,000 所以是2.51 2.5151 有沒有比2.87也有少 有 所以繼續它有稀釋效果 再擺第三個進來 第三個在這裡 好 如果9%的公司在形式轉換 所以352,900 好 加上2萬4千 這是原來的2的形式轉換 然後我的股數會10萬加2千 加2萬4 好 那我先把6萬的公司債先寫上去 因為公司債還是 特別股啦 特別股還是一樣沒有形式轉換 所以看一下我排名3的這個 如果我形式轉換的話呢 我的稅後盡力會增加多少 1千 乘1千 乘0.09 乘0.75 所以我的分子會增加6萬7500 因為節省利息的支出之後 我的盡力會增加 那我呢 因為轉換了 所以我增加多少? 4萬股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每股盈餘的 算出來的結果是多少 好 分子是35萬 352,900 加上2萬4千 加上6萬7千5百 減掉6萬 好 那我的分母呢 是 原來是126千 加上4萬的話就是166千 所以是2.315 算出來是2.3156 好 5.7 好 這個數字有沒有比它小? 有 所以繼續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第四個可能還有效果 因為這個數字還是比它大 所以可能會有造成稀釋效果 所以第四個我們再把它放進來 如果是公司特別股行使轉換 好 第四個 如果特別股行使轉換的話 我的分子352,900 好 百分之公司債的部分 2萬4千 節省下來加上6萬7千5百 好 因為公司債特別股轉換了 所以我不用減股力 因為它就什麼? 沒有特別股啦 沒有特別股 再來就是什麼? 不用發放股力 那我分母的部分呢 原來的10萬加2千 加2萬4 加4萬 好 特別股 如果我行使轉換的話 我的股數會增加3萬 所以看一下我的EPS的影響 我的EPS算出來是多少 352,900加上2萬4千 加上6萬7千5百 除10萬 這邊已經算出來是16萬6千了 這邊已經算出來是16萬6千了 所以加上3萬就19萬6千 除19萬6千的股數 所以是2.2673 這個數字要不要比他小? 有 所以這還是有稀釋效果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其實可以不用算 9.3還一定造成反稀釋 第五個 他的2.625 已經比我這個2.2673還要大了 所以我這個算 竟然還會造成反稀釋 會算算的結果會比這個還要大 那就是什麼? 我們就不列入考慮 好 那如果你不相信 我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把第五個放進來算 好 這邊一樣 352,900加上2萬4千 加上6萬7千5百 好 分子一樣不變 我一個個寫是讓你知道 它是這樣子來的啦 當然我可以 你可以不用這麼麻煩的寫 寫這麼長 對不起 我剛剛這個3萬應該用黑筆寫 這是我這個逸動進來的股數 好 現在我來看一下 如果這個7%的公司在行使轉換的話 我的利息節省會增加 我的經濟增加多少? 1000×500×.07×.75 會增加26250 我的股數會增加1萬 好 來看一下我的EPS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352,900加上2萬4 加上6萬7千5百 加上26250 減除上19萬6千變成20萬6千 所以是2.28 2.28 47 2.28是不是比2.26還要大了? 所以我就算到這裡 結束 這個就不要列進來了 這樣看懂嗎? 你考試的時候時間有限的話 你就不要那麼多事 因為你已經可以判斷的出來 你就不要算了 我只是多算給你看是說 如果你不相信你把它放進來算 這個數字算就是比它還大 好 這樣看懂了嗎? 所以如果這個例子 我要報導它的稀釋每股英語 就報導它的稀釋每股英語 是2.2673 應該跟課本寫的一樣 2.2673就是什麼? 就是我的稀釋每股英語了 這樣看懂嗎? 好 就是每股英語的計算 如果我建議說 你就一個個 先把有這些潛在普通股線 一個個算出來 然後根據它稀釋的大小 稀釋效果越大的先放進來 好 造成算到 造成反昔式就停了 好 這是每股英語的計算 希望這個回去你可以就開始有多練習的機會了 好 還是一樣 因為這個師父引進門 修行看個人 你一定要靠你自己回去做 要真的是不斷地練習 好 練習呢 目的就是讓你把所有的觀念去反覆地去測試一下 你的觀念就會越來越清楚 這樣才會有幫助 學會計就是這樣 好 讀會計就是一定要動手做 那你從做的過程裡面 第一個你可以檢測一下你自己觀念有沒有搞清楚 第二個 你也可以讓你的不斷地練習 因為各種不同的進行 再多了這個條件少的那個條件 你才知道你怎麼去做到你要的東西 這些東西為什麼我們不要考慮進來 它的觀念在哪裡 它的邏輯在哪裡 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好 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是每個都要用背 會計機是基本上我覺得要背的東西不多的 因為它是基本上的邏輯 你要是通的話 很多的觀念 很多的條件 你放進來其實你就不用背它 因為就違反我們的認知 我們對會計的了解 就是你知道這該怎麼做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